現場 歡迎團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做我们的停车来使用 那三楼的部分就给我们护证事务所 来让民众方便来洽工 那这个有更大的空间 给民众来的地方有车可以停 那未来呢 我相信也会变成地方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在这边再次的 谢谢我们议长 副议长跟所有的议员 对于我们议算的支持 用一个复合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停车方便的给民众 洽工容易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警察局 消防局还有我们的民政局 三局可以这样的一个互助 可以这样的一个凑成 我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在这里我也只代表 我们的立法委员谢一宏 祝福我们 土圆这个行政大楼规划之后 的完工 大家期待 我们这个 行政大楼这边 动图典礼 过去刚才我们 我们管理所说的 这是我们最需要 包括过去这个 房子老旧 进行过去当中 介绍 向社会分队这边 去处理 真不方便 民众有一个明亮 舒适的洽工环境 会感受到政府基幹 贵民服务的用心 尤其对行动不方便的民众来说 有了无障碍设施 洽工就不用再有阻碍了 是一大福利的建设 明昆站长 陈文波中队长 陈旺志分队长 请赞礼为主典官 披挂红领 应应环保的苏承 恭喜现场及各位动土代表 就动土开始 第一声 助人员平安 功成顺利 第二声 助歌姬永固顺利完成 第三声 公助县长全体贵宾 及工作同仁健康快乐 各位动土代表 张华县政府 张华县议会赞不赞 赞 赞 台前的长官贵宾 伸出您的大拇指 赞 张华县警察局赞不赞 赞 我们西湖的志工赞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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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看到我们 保严 我们的综合行政大楼来开工 过去这里是我们的 保证 我们的消防 我们的建设局 打在这里 派出所有三栋在这里 地方都小小的 而且已经有历史 原来比较少 所以说看到我们当年在这里 甚至买衣要去到车顶 非常不甘 所以我们就来筹筑整合式的行政大楼 这里总共有五百多名 前面还有八十多名 是做我们的消防车的村口所有 那加上贴到我们这三栋的建设 各种的建设是一项四百多万 那五百多名的建设 各种的起座四楼 一、二、四楼 我们是让我们的建设局和消防局 来做我们的办公联系 跟我们的宿舍 那三楼的部分是作为我们的保证寿所 那希望说未来建设以后 在我们明年里来完工之后 提供给我们大部阳地区的乡亲 有一个更好的办公的办公的环境 那在此再次感谢我们这三个团队 我们说是非常配合 为了让我们的地方更好的办公联系 我们的局部也好 我们的处理也好 没有第二个配合 由我们整体的这个行政大楼 那除了说我们这几年 临近在改建建设和我们的消防 例如说我们今年总共有六亿外的经費 在我们的这个消防跟我们的这个建设 这个宿舍来做相关的这个证件 那另外我们也有一页外的这个经費 作为我们的消防跟建设车的这个太久 那在在就希望我们的当林可以利用好的空间 和保留更好的乡亲 那特別利用的机会再次感谢 无论说是我们这个消防建材和保障事务所 那在这回的疫情可以说是最辛苦的 所以呢希望说给他们更好地听起来 共同为我们的乡亲共同来打招 再次感谢所有当林对我们的观众 对我们的乡亲和我们的这个用心给大家 在 山河马在场 山河马在场 在 向山河马在场 好